iPhone 13 到底有沒有這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很多天沒有來更新一些消息後 最近幾天有一些新聞出來 關於 iPhone 13 還有關於新的 MacBook Pro 那我們就來更新一下囉 如果你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直接開始分享吧 好 首先我們就先來講到 最近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留言問我 就是我先前有拍這影片 就是如果你有看 YouTube 然後你想要看子母畫面的話 那先前是有一個捷徑的設定 可以讓你去在分享的地方去開啟 然後開啟你的捷徑 然後這種時候它就會跳到一個捷徑的 App 然後自動去幫你抓個子母畫面出來 然後這種時候 你就能在使用其他的 App 的時候 一樣可以看 YouTube 但最近我收到很多留言說 這個功能現在不能用了 剛好跟現在的新聞有點關係啦 那就是 YouTube 開始要直接官方 來支援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在一開始 iPhone 可以讓你用子母畫面的時候 是可以用的 然後到後來他們就把它取消掉了 那據說現在他們就要拿回來 這個是他們自己官方的講法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到 那這邊還有國家區域 還有你的會員等級的差別 那我們這邊就來解釋一下 那首先呢在美國 它會慢慢推出給全部的人 就是所有的使用 YouTube 在 iPhone 上的人都可以使用 但是會先從 Premiere 訂閱者開始 然後在全世界他們會開始開放給 所有 Premiere 訂閱者的人 如果你不是訂閱者的話 將來這個功能就沒有辦法使用 我個人一直覺得這個應該是 我不太了解為什麼他們不讓大家這樣用 因為 YouTube 就是想要讓大家一直看 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上面嘛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重點是廣告 但如果你為了一些原因 不讓別人開子母畫面 再做其他事情的時候繼續看 它反而很有可能就把它關掉了 這個時候它可能真的很需要做什麼 它就不會再繼續看 我覺得開這子母畫面如果它又可以辦法 把廣告功能又結合在裡面的話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是雙贏啦 想要的人還是可以看得到 可是就需要看點廣告 對於 YouTube 而言呢 使用者看一看 他就算開到子母畫面 他繼續看 他做完什麼事之後 他又可以繼續再回來看他的影片 所以這樣很有機率 他的所有的觀看的時間會拉得更長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好事 我這邊目前是還沒有收到這個更新啦 等到時候有的時候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 下一個我們就來講 很多人期待的 MacBook Pro 那最近有一個消息傳出來了 那這個要說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看你們自己怎麼想 那首先我們現在講這個消息來源 它過去的準確率有81.3% 那它先前也有很正確的預告出 M1 的 iMac 什麼時候會推出 那它在非常早去年的時候 就有講過這個新聞了 而且時間點也講得非常正確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我覺得它現在這個 MacBook Pro 的這個 推出時間點的預言 這個應該還滿可信的 那首先它有大概講說裡面會有什麼規格啦 它說是全新設計 14 跟 16 吋 那之後我們就知道 在它機型的外框上面 不會再有 MacBook Pro 的這個字樣 然後呢它裡面使用的是 M1X 的晶片 然後會有更多 CPU 跟 GPU 的核心 然後會支援到四個雷電的接孔 然後它視訊鏡頭會有 1080p 那這個就會是有第一台 1080p 的 MacBook 那它推出的時間呢 這個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它說會在第四季 所以大概 10 月 11 月的時候 所以這個可能是要等到 iPhone Apple Watch 這些東西都推出來之後 然後要等到今年底 那就比較像去年 M1 推出的時間點 大概接近那個時間 那這個是比較可惜 那關於這個推出的時間點呢 就跟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講到的 就不太一樣 因為 Mark Gurman 上次講他說 會在 Summer 這個期間 最晚可能到 9 月啦 這個期間會推出 那他這樣講一定會到第四季的話 就一定要等到 10 月之後了 那在他自己 Twitter 上面呢 他講這個日期 他就說非常確定 他說絕對就是在第四季才會出來 他說最快的話要到 10 月底 那或者甚至到 11 月初都有可能 所以啦 那當然現在也是有兩個非常正確性 他們消息來源的準確度都非常高的人 講出兩個不同的日期 那這種狀況我們現在也是有看過 所以呢 如果你在等的人 你就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暑假或者是真的到第四季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等 那如果真的有工作需求的話 我覺得就快點先買一台 像 M1 或什麼的 那等到說新的出來 你再把舊的賣掉 我覺得這樣會是一個 如果你真的有工作需求吧 這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一個方式 那像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好 那下個新聞我們就來講 iPhone 13 那 哇 這個也是滿多更新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現在講到這些新功能會有什麼 那首先應該大家很多人 每一次應該從 iPhone 11 的時候推出 就一直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裡面的容量 一直說會到一個TB 那我自己的話我是不太懂 為什麼手機裡面要有一個TB 那或許有人有這個需求啦 那我個人的話 從我以前可能買128 後來升級到256 然後到我現在加了iCloud的容量到比較大之後 我就降回128 那使用上對我言都還算滿夠用的 所以呢 就算256或是512對我言都有點太多了 所以我不太確定為什麼會到一個TB 那有另外一個講法是說 因為現在 iPhone 要支援 它的錄影格式會越來越高 可能會支援到8K 那或者是它相機的畫素 會升級到6400萬畫素 那這種時候它在拍照的時候 需要的儲存容量 或是攝影的時候儲存容量就會更大 所以呢也因而這樣 它的基本容量會慢慢的加大 那一線的新聞看起來是說 今年還是不會有一個TB的容量 它說最高還是會在512 然後呢這個消息來源叫做Transforce 那它不是一個專門爆料 iPhone相關消息的啦 那它比較像是一個趨勢分析的公司 那它過去的精準度有75% 那這邊另外還有講到就是 120Hz Promotion 的螢幕 它說只有在 Pro 的機種上面 那這個我們都知道 那它說 LiDAR 的部分呢 LiDAR 的 Sensor 也會只有在 Pro 的機種上面 那下一個講到很有趣 就是我們也一直在討論 也覺得會有了 就是它的超廣角鏡頭 終於要有自動對焦的功能 那這邊就沒有很清楚講到說 是不是只有在 Pro 的機種呢 還是所有的機種都會用 那超廣角鏡頭自動對焦 就是讓你至少在近拍的時候 它可以對焦的距離會更近 那它的可用度就會大大提升啦 不會像現在的超廣角 就是沒有辦法去對焦 OK 那這邊它說比較小的這個瀏海 它說確定一定會有 然後會今年的四台全部都會有比較小的瀏海 然後呢這可能會是好消息 它說就算現在 iPhone 12 mini 已經停產了 但是它們現在還是會有今年後繼 iPhone 12 mini 5.4 吋的機種 今年還是會推出 明年就不一定了 OK 所以這些消息大致上我們都知道啦 那比較不知道可能就是這個容量的部分 因為我記得一兩個禮拜前有消息出來說 會有一個 Terabyte 的容量嘛 那這個當然就是要等它最後一刻出來的時候 才會知道啦 可是我自己也不太知道 我們身邊有什麼觀眾真的會使用一個 Terabyte 的容量 那或許你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有什麼原因會想要買到一個 Terabyte 的容量 或許你們是有一些用法是我們想不到的 OK 好 那今天的新聞大致上就是分享這些東西 然後你們如果有什麼想要討論的啊 關於這些不管是 YouTube 啊 然後 MacBook Pro 然後 iPhone 13 的這些新聞想要討論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所有觀眾都可以參與討論 或是你們有什麼消息想要分享 不方便留言的話也可以私訊我的 IG 跟 Twitter 那喜歡這類新聞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按下小鈴鐺按讚跟分享 那再來我有其他更新的話 我也會持續在這邊推出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e 最近幾天有起 然後 就死了 死了 然後 然後越發 也會一直去看 雷電的 那這個就會是第一台有 Alien 那關於這個推出的時間點 第四集的話我們就找到 那它先前也有 那或者是它這個 趨勢分析 那還有 是為什麼把 然後說 打電 su 在這裡 我跟著 為甚麼 你說 我 說 你 說 你說 說 說